三百十七零 主義台長 明日中文 我們繼續看三百十七零 那麼第五十 我們上一歲 是說到這張庫 以及錄 他們的孫生 的差別 經過六種來分別他們六種的不一樣 那麼 有興隆俗性 就軟俗性 緣俗性 時俗性 心俗性 這五種我們上一歲有說到 的文章就要說 所依的俗性 那麼看這個文 他說如如所依 空氣 尖正 如是如是 空轉俗性 他說 這個所依 這個所依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依肌的這個胳膊體 我們所依肌的這個胳膊體 它本身就是一個空氣 這個胳膊體就是一個空氣 這個氣是什麼意思呢 氣就是容器的意思 容器可以抵很多東西 比如說一塊碗 一塊屁肌可以抵食物 那麼我們的胳膊體呢 也像一個容器一樣 那麼抵什麼會 抵苦 只要有胳膊體就是苦 所以所依就是空氣 那麼我們的這個 所依的胳膊體呢 它如果是如如一滴一滴這樣 漸漸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這種的苦 就會越來越俗性 越來越喬腕 就有這個問題 那麼當然這樣看 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呢 剛才說那個空氣 胳膊體就是空氣 不過另外一種的改水 什麼叫做空氣呢 這個空氣 就是我們的惡驅 我們的惡驅 如果我們過去的惡驅 那做了越重的位 將來收集的苦勃 就越舒服 所以簡單說 惡驅重 苦就越重 當然 當然它這是指說 你做惡驅 越大的位 將來去三億多 像說這個 八台鐵鐵鐵 八台鐵鐵鐵 他們的胳膊體呢 一層一層下去 越來越俗性 那麼當然收集的苦就越俗性 為什麼 因為你過去的惡驅 我們過去的惡驅 如果做了越重 就會有這種價格 那麼會面前來看這個主概 如如說 五一苦氣 漸漸漸漸 五幽出雲 是明苦氣 他說 這裡什麼叫做苦氣呢 就是這個五種的幽出雲 叫做苦氣 這個五幽出雲 其實就是五雲 色 像相形色 五雲 我們種生的胳膊鐵 剛才說就是苦氣 胳膊鐵 這是柚什麼組合的 就是這五種的雲 雲就是積住的意思 這五種的術物 積住的意思 那麼先有一個胳膊鐵 那麼為什麼又說 優出雲呢 這隻手就是煩惱 我們的胳膊是怎麼來的 就是有煩惱來的 因為有愛有手 所以將來胳膊鐵會出現 這個叫做優出 是因為有煩惱 所以呢 它會讓你這個五雲的得到 那麼呢 這個就是苦氣 苦氣 有還有什麼解說呢 他說為生苦氣過 這個生苦氣呢 他說這個氣 本身是生苦之氣 生苦之氣 我們把它分成兩種解說 這個氣 你只要有這個胳膊鐵 就是這個氣 那麼呢 將來就會讓你生氣很多苦 叫做生苦氣 那麼第二種解說呢 這個生苦 我們說八苦嘛 苦有八種苦 生老病死 還有這個萬情悔苦 愛別離苦 救佛得苦 還有這個五雲的苦 這叫做八苦 那麼八苦的第一項就是生苦 所以這個生苦氣呢 就是說因為有生 所以呢 就有這些苦鬧出現 這就是生苦氣 那麼第二種呢 以生苦氣過 這個以生苦氣呢 就是以這生比較有的苦 以這生比較有的苦 這個八苦啦 八苦來說 我們最好有一個五雲氣生苦 不要跟他講 就是頭前那種 頭前那種 就是在我們 這個眾生呢 繁乎的世界 特別有辦法去感受的 就是正切種的苦 那麼正切種的苦呢 當然第一就是生苦嘛 生苦我們剛才說過了 那麼這個以生苦氣呢 就是存下來的那六種苦 就是有生開始比較有的 如果沒有生就沒有這些的事情 那麼是什麼 就是老的苦 白的苦 死的苦 萬情會苦 愛別離苦和求不得苦 這六種苦呢 會出現的原因 就是以這生比較有的 所以叫做以生苦氣 如果沒有生就沒有這些 沒有生就沒有死嘛 為什麼會失望 就是因為有生 有生比較會帶來失望 比較會有老有病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胸部體 就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以生苦氣 就是除了生苦以外 接下來那六種苦 因為都對生來的 苦苦氣過 這個苦苦呢 苦苦之氣 什麼是苦苦呢 這個苦苦 就是一般我們說的苦苦 叫做苦苦 苦苦 叫做苦苦 為什麼叫做苦苦呢 這個苦 當它發生的時候 眾生特別 可以明顯感受 它就是苦 所以叫做苦苦 那麼下面那個快苦氣過 那個快苦 什麼是快苦呢 就是落手 快樂的感受 快樂的感受 快樂的感受也是苦 為什麼呢 因為快樂破壞的時候 那麼苦就來了 快樂當你進行的時候 我們沒有感覺 它是苦 不過呢 一旦這個快樂破壞的時候 一旦苦你會發覺到 所以叫做法的苦 再來呢 這個苦苦 第二種的概念 苦苦呢 有兩個義嘛 有兩個苦 那麼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一切法呢 一切法 它出現的時候 到它消滅有三個概念 就是生 主 還有滅 當法生起來的時候 叫做生 那麼當法小滅的時候 叫做滅 在它要不破壞之前 那個是大叫做 生、主、滅 今天這個法呢 洗的時候是苦 滅的時候是苦 不過呢 破壞的時候就不苦了 所以呢 有兩個苦 叫做苦苦 怎麼說呢 我們說苦受嘛 比如說破壞 壞 壞如果生起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苦 壞 如果一直存在在我們的身體 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苦 不過這個壞呢 當壞消滅的時候 我們的苦就沒有了 所以生的時候是苦 主的時候是苦 買的時候沒有苦 這個就是苦苦 就是兩種的苦 那麼壞苦什麼意思呢 倒壞 生的時候是不苦 煮的時候也不苦 不過呢 當然買的時候比較感到苦 就是快樂嘛 快樂生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苦 快樂在進行、在煮的時候也不覺得苦 不然呢 一直等到快樂、消滅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感覺苦 所以呢 就是一個壞苦 一個苦疑這樣而已 如說 隔壁分散 在下面的六十一罐那裡 隔壁分的有說到 這個生苦期、異生苦期、苦苦期、壞苦期 和壞苦期 這些差別 那麼下面呢 如苦、修生如死 露、修生疑、隨其所應、公率應地 像苦是這樣的 苦的修生 苦的修生有這六種的差別 經過這六種的因緣 讓你的苦越來越修生 那麼我們要了解快樂也是 快樂也是因為這六種的原因 六種的差別 讓快樂越來越修生 這是之前 也有說到 譬如說 興隆修生 那種生的隔壁分的 越來越大 那麼它的快樂就越來越大 怎麼說 譬如說在天上 天上的隔壁分的 是越來越大 一層的天 比一層的天更大 這樣 隔壁分的也越來越柔軟 他們做的生意 那個因緣的越來越大 所以快樂就越大 那麼時間越長 天的生命會越來越長 如果心越有滋味也是一樣 過去所做的生意 它在那種隔壁體 越來越窍外 當然它也越來越修生 所以把電倒過來 道理都一樣 有滋有二種 一 非生宅所生滋 二 生宅所生滋 那麼這裡 還要把我們分別 有兩種快樂 這兩種快樂 第一 就是非生宅所生滋 這個生宅 就是生人的財富 生人的財富 什麼是生人的財富 就是公頂 就是一財部的神經公頂 那就是生人的財富 今天呢 如果是非生宅的財 就不是這個 那麼是什麼財 就是世間 世間比較有的 世間才一般 有什麼物資的財富 就叫做非生宅 那麼你收養後 所給你那種快樂 就是非生宅所生樂 第二呢 生宅所生樂 就是生人的財富 就是你財部的公益 財部的神經 所給你的那種快樂 叫做生宅所生樂 那麼下面就解釋 為生宅所生樂宅 為數種主義為縁得生 簡單說 就是由四種的物資 四種的那種種 幫助我們生命的那種氣窟 作為因緣 當你收養的時候 就能生去這種快樂 我們換在那個物資的世界 那麼我們的快樂 要怎麼得到 就經過物資 有物資就有快樂 所以簡單說 非生宅的快樂 就是由收養種種的物資得到的 那麼什麼樣的物資 它說有四種 一 色我自棋 二 自中自棋 三 清精自棋 四 人齊自棋 這四種 那麼下面呢 就給我們一個一個解釋 色我自棋者 為棋生 以獲自中嚴棋 這個色我就是適合你的心 讓你的心感到快樂 當你收養的時候 讓你的心感到很快樂 適合你的意 那叫做色我自棋 那叫做色我自棋 就是洗乾我們這裡的物資而已 就是車廟 穿的衣 還有佩帶這裡的總嚴棋 再來呢 歌喬舞圓 唱歌 歡喜跳舞快樂這裡 再來呢 都鄉花萬 抹這個香水 抹這個花萬 中中最廟 頂萬樂器 還有呢 有很多種非常舒適 非常頂貴的這些七棋 再來呢 公民教養 公民教養 這也是色乾所需要 我們色乾呢 就是需要公民 因為我們不會法庚 所以需要人物的庚 還是點火的庚 再來呢 南露時尾 這個南露時尾呢 就是南露旗艦 那個 行這個南露用 這個叫做南露時尾 再來呢 中中庫種 這就是我們的財庫 我們的累積的財富 累積的這個頂部 還是累積的這個食物 這樣呢 全部都把 放大這個地方 叫做扣種 那麼第二呢 主動主義者 為無神術 倫時最大 獨撻 按摩中術 這個主動呢 怎麼說主動 就是幫助你的身體 對你的身體呢 有一種幫助的意義 叫做主動 那麼這個主動的主義 什麼話呢 他說這個無神術的倫敍 這個無神術呢 就是無神術 無神術 叫做無神術 那麼什麼話無神術呢 就是倫敍 這才過去呢 可能是一種 你跟僑僑辛苦的 鋼骨叫做倫敍 人人的身體 是疲勒 身體的疲勒 那麼這個 氣氛如果不孫的 那麼會讓人 用調用身體 那麼調用身體 就有一種鋼骨 那麼鋼骨呢 它就跟你打 嘴薩 要打你 打這個身體 這個嘴薩 還是港銀鏟 都一樣 或是按摩 有時候 íre英故 專번的事情 這個港銀鏟 就是用手打 那麼疊就是用腳脈這樣 總共一季這裡都是在照你的身體 幫助你的身體健康 幫助你的開肺讓它孫就對了 開肺如果沒有孫 當然身體就不健康 那麼就經過這種療養身體的方式 幫助你的身體健康 所以就需要這些東西 需要這些工具 第三 清淨主機質 為結尚操 並勒個勒白萬億頂數 這個清淨主機 它是種生的分辨而已 另外說這種東西是清淨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清淨 代表清淨 代表結尚 代表好的 這樣 別的這些物質就對了 不過我們總先確定說 這個就代表好 叫做清淨主機 那麼什麼呢 第一就是結尚操 這過去印度就是有一種草 那麼那種草很普遍 那麼大家都跟動作說 你只要出門炸草 那麼路途當中可以立到結尚 這樣 那麼這種就是結成的主機 還有這個草操 還有這個草操 草操是一種水操 一種規矽就對了 有這個草操秋生的規矽 還有這個草操 還有這個草操 過去印象的人 也像草操動作是一種結尚的東西 只要把這個草操 草操 草操 抵到整個王 抵到我 這樣就代表圓圓的意思 代表結尚圓圓 所以這是人跟想出來的 這個東西本身 並不說我就是清淨 是人跟想的 那麼看這個主概呢 清淨主機吃頂吃 以初頂思夢結清淨 量生結尚 是沒有清淨主機 他說就是種生對有這麼種種的事情 你呢 希望分別深 加一表說 這叫做清淨 這叫做清淨 然後呢 可以讓你生氣結尚 可以讓你生氣結尚 所以呢 這叫做清淨主機 有人去廟人 去救那個湖 湖的水 喝下去呢 保平安 這個就是清淨主機 這是自己想的而已 屬於是他可以讓你清淨 不可能 他真的讓你結尚 不可能 不過種生就是他會這樣分別 所以大家認同說 這就是清淨的東西 再來就是 人其 人其主機吃 為因結識 什麼叫做人其主機呢 就是因結識 我們所需要的食物 吃種種的東西 那麼看這個主機 人其主機吃 定吃 由因結識 人其優情 令主不懷 是名人其主機 今天就是因為這個因結識的關係 可以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 這個胳膊體 按住人後 不會那個派遣 所以有一個人其的意思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胳膊體 是怎麼可以不派遣 割什麼樣的力量 就是割飲食 飲食把你持續到的 把你保持續到的 你的胳膊體正常健康 沒有派 這樣叫做人其 那麼這個就是 割勝財 割勝財就是這裡 當然它可以給你快樂 不過呢 因為就是世間的 一旦這裡的主機 沒有了 破壞了 沒有享受到 你的快樂是沒有的 那麼下面呢 就來講 倒病 勝財所勝六者 為其勝財為縣得勝 我們這個勝財不一樣 勝人的財富 那麼勝人的財富 是什麼呢 切種嘛 有切種的這個 這個勝財不一樣的財富 所累積 所收集的這個功德 那麼作為他們的 給我們 賺到這種的快樂 那麼 合定為縣 是對切種的 是對切種的 合定為縣 一 神 二 解 三 三 四 鬼 五 文 六 射 切 射 射 射 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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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財所勝六者 定善 這個 其中的勝財 是什麼呢 他說 為勝財主 依如來所 修室正勝 近身 岸 主 撲尾三文 卻 佛羅文 卻 天無 煩 卻 於世間 其所淫斷 是名勝財 他說呢 很簡單 他說這個勝財主 這個勝財主是什麼呢 勝人的財主 叫做勝財主 什麼人是勝人 就是財嘛 所以佛財主 因為財是勝人 所以財的財主呢 就叫做勝財主 這是第一個改善 第二呢 什麼叫做勝財主 這個勝財的財主 就是這裡的 醜貨 到阿樂汗 這開悟 建真理的佛財主 叫做勝財主 那麼當然這樣 來說反覆就不算 但是呢 如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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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勝財 這七種的公頂呢 雖然你還不在乎勝財 你如果有在乎這七種的公頂 你也可以說叫做勝財主 就是如來的財主 這樣 那麼這個佛財主呢 它在那個如來的這個所在 如來所 這個如來就是它的對象 就是我們佛財主的對象 我們要面對什麼呢 面對三部嘛 面對三部嘛 面對三部 所以三部就是我們的這個對象 所以叫做如來所 所以叫做如來所 在如來這個所在 在三部這個所在 在三部這個所在 那麼怎麼呢 收拾正心 我們收拾 我們收拾 來栽培 這個清淨的信心 那麼這個信心是面對什麼呢 當然就是面對三部嘛 面對如來 所以我們要對三部 對如來這呢 有一個清淨的信心 那麼讓我們這個信心呢 這個清淨的信心呢 這個清淨的信心呢 剛才說收拾嘛 那個信心 就是我們的證明東西嘛 不過 我們的在世上的手 手 它的筋 如果沒有到這個頭 扳掉的位 可能清淨的一個力量 風和煎的它就倒去 或是人為的 扳一下它就扳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筋沒掉 表示說你的信 你扳不真堅固 那麼一旦你的信心清淨了 又打到這個筋心安住了 好比說這張手 它的筋的 扳這個頭 扳到真條 真穩固 安住在那裡不同 那麼那個不同的程度是怎麼呢 不會去收到三文 幫你影響 三文是什麼呢 就是出家的人 不一定是有法來臨 在社會上也好 凡是有出家 要收行的 離開家庭在收行的 都叫做三文 再來呢 普羅文 就是說這些 一些外套 這些外套在家的收行人 再來呢 這些是天無犯 這個天呢 就是這個欲蓋天 欲蓋天的天人 因為呢 天一邊沒有 通常是佛提主 沒有大家都佛提主 像說這個色體環因 它是佛提主嘛 當然它會來佛提佛 佛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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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並沒有大家都這樣 還是魔 這個魔呢 塔化祖宰天的天魔 還有環 還有環 就是這個環天 還有再來呢 讓它在世間 就是春下來 其他世間才的外套 你不會去收到印 替你印斷 不會收到三文 普羅文 還是天無犯 還是世間才其他的人 替你印斷 這個印斷呢 就是替你印斷 去到別的所在去 你本來是面對散布嘛 你的鄉是向散布 結果呢 別人 他跟你印斷 走向寶危機 你來我的外套的團體 你不要信散布 這樣 那叫做印過去了 那麼斷呢 將你的情情的信心 破壞掉 那叫做斷 本來呢 那個東西是你的嘛 你財布的 結果呢 那種你的所在 拿掉 那叫做斷 頭上去了 唱過了 那叫做斷 今天你的信心 是情情的信心 再來呢 又近身安主的位 人和人 包括天無犯 就是無來到你的面前 要把你唱 也唱不去 那種就叫做信宅 信宅就是這樣 這個信呢 剛才說 清靜的信心 我們一般的人呢 都說我們是佛地主 我們信佛 不過呢 我們要問自己 我們感情真的 得到清靜的信心 我是什麼樣的因緣 才來信佛的 這很重要 今天佛法跟我們說 我們信用佛法 信用散佛的經濟 要安立在哪裡呢 有三件事 第一 第一 是失 散佛是真失 散佛是真失的 佛法症 佛所開始的佛法 還有呢 這些種種的這個真利 它是真失不悉的 那麼你憑什麼 可以對這個真失不悉的 這件事 有信心呢 就是你要學散佛法 你如果學散佛法呢 有那個地肥 把財皮下去 你才可以對這個真失不悉的事物 參選一個理解 第一的就是定 三法有公定 三法有公定 有很大的公定 佛法症 它的利益在哪裡 它的公益在哪裡 我們所聽聞 所學習的佛法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告對 它的公益在哪裡 當然你也是要學習下去 你才可以了解 所以你如果對這個 有一個信心 那也算 再來第三呢 就是靈 什麼是靈呢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如果在三法家 好好宅佛 好好學習 那麼我將來呢 也能立刻得路 我有這個機會 並不是說這個目標 利我很逢 很遙遠 並沒有這樣 我這個願意落實 我就有機會 也能跟他們一樣 所以對於有這個實力 還有靈的 你如果有一個很沉的人動 很沉的開心心 很熟悉的一種理解 那種叫做清淨的信心 清淨的信心 將來人好人要來幫你勒勒 要來幫你陰斷 結果拿不去 那個就叫做你的 心情 心情 也是你的信材 那麼這種的信材呢 就是會給我們快樂的 那陰你吃一頓好吃的飯 實物 那種的快樂是不會比実 世間的物養 當然也會有快樂 不過呢 陰這種慮心自在的行動 是不會比的 尤其信材 靈性依信 既形 清淨 那麼今天 就是因為這種的信材 它可以生氣 靈心做會 那種清淨的快樂 你如果在這身材 那麼你的心情就 你的心靈心做會 叫做記性 我的心靈這個清淨的信心做會 叫做記性 兩個的做會 那麼這樣呢 我的心就得到一種清淨 你的心靈 你的心靈 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心靈 如果大家這個程度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清淨 就是說你對真理 對佛法的一種的 不要說角靈 就是你有一種很親密的人性 然後那種參性的那種清淨的信心 會讓你快樂 如果你要是因為人的關係 就不一定 人家在心 你是聽人的 那些是我的好朋友叫我來的 我比較來心 那麼那種的心 那些人的分心 也不算清淨 這個就是信財 第二呢 有性地主 靈離殺生 十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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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總共就對了 就是十億檢 有殺生開始一直到最後 那個淡親戚嘛 那個戚就是瞎見 那麼你如果可以安理呢 這就是你的蓋財 蓋的一種財富 有處蓋財 那些靈感生意省處 收起一攏 那麼這個蓋財 可以讓你什麼攏呢 可以讓你將來 立到一個善的地方 那麼呢 那個善的地方 就可以讓你快樂 這個快樂就是這樣 我們市街清淨無法 就是這樣 可以拼得到三億檢 改持久遠遠 將來讓你在人天 在到那種蘇生的胳膊 所以改的可以讓你的快樂呢 就是這樣 那麼 爺爺 顧之妙好 不兴之奧 是兵參財 這個顧呢 就是顧如的意思 顧念的意思 顧念就自己 希望自己將來更愈好 更愈好就對了 更愈肅 這叫做顧如妙好 人生呢 你經過這個 你會不肯住惡 我遺到我將來會好 所以我不要做這種種的惡劍 那麼這個就是慘 慘就是這個意思 有什麽這樣說呢 我如果做奧業的月 將來就去3億多了 如果我這樣 有對自己好嗎 就沒有 我現在做奧業 將來去到3億多 這樣沒有對自己好 所以你如果要對自己好的月 你要很小心 很謹慎 不要去做奧法 這樣才是真的對自己好 所以你如果有過黏這件事 你就會去注意 我不敢做壞事 那叫做慘 那麼過他灰灰 不幸住屋是不幸開宅 什麽叫做開呢 同樣 你若是過路到別人 怕別人跟我們灰磅 怕別人跟我們說 我們的這個死灰 然後你不敢去做壞事 這樣叫做開 為什麽呢 我們看這個新聞就知道 今天如果有人反反 反罪 新聞就幫你報 人家就跟評論 人家就跟檢討 甚至人家就跟他批評 所以做壞事會受到別人的批評 所以做壞事會受到別人的批評 最對我們如果做好事 人家會跟我們贊貪 這就是這樣 所以你若可以過路說別人 我如果做下去後 很強勁 人家會給我評論 會給我批評 會給我批評 我如果過路這個我不敢去做壞事 這個就叫做開 有時參規 人家會是靈性無憂退彙一路 那麼參規可以給你什麽快樂呢 很簡單 參規可以給你一種 無退彙的快樂 這個無退彙 退彙是什麽會呢 消彙叫做退彙 消彙叫做退彙 剛才說嘛 你若做壞事 將來去三億多 那麼就真的會受不了 那就真的不好意思 會很受不了 早知道我就不要做壞事 不然怎麼會跑到這裡 再來呢 你若說做壞事 去讓人幫你減透 去讓人幫你批評 那麼你也會受不了 早知道我就不要做了 看面子的現在 新聞一直放鬆 一直報到這樣 大家都幫我批評 那個就是退彙 退就是在向前 向前再跟他退 想要把這件事再跟他退彙回來 如果知道我就不要這樣做了 那麼彙就是效彙了嘛 其實如果有效彙就不快樂 心裡常常效彙 應該做不做不應該做去做 他一直在效彙 那是很痛苦的事 今天如果你有不形 出獄的會代表你有參與 有參與 將來你就能生起這種 不免效彙的快樂 你的心永遠都是安樂的平靜的 你所做的事你都感覺是對的 不會去跟他學會 這樣 以法以吉 都文 文是吉 吉無分直接 四邊文在 對有這個法 對有這個吉 法和吉 法就是文吉吉言的符法 那麼吉呢 就是文吉吉言所表現的特例 就是符法的內容 就是符法和吉 你能夠讀文 文詞、吉文、接、接 這是三個改端 什麼是讀文呢 讀文就是說 我們在無量的經典 無量的經典 這個符經很多 符法很多 那麼我們在一切符法裡面 我們都可以學習 這叫做讀文 譬如說一部經 你由頭聽到尾 這就是讀文 你不是說頭沒聽 或是中沒聽 或是後邊沒聽 或是聽一段而已 你是由頭到尾 完全來學習 那麼多少經 無量的經 一部一部經 你都可以學習 不是說學一段文而已 那不算讀文 所以讀文的 這個限度就是這樣 無量的經典 那麼每一部經 你都可以完全跟學習 叫做讀文 那麼文詞 就是隨時你所聽文才會得理 你都可以跟訓詞 別讓他忘記了 這就是說你必須用心 不是說我聽就好 我如果說聽 司機聽 接夢一直看一直看 不過聽了就忘記了 那也沒有記憶 聽了後你要用心去記 用心聽 又用心去記 用心去記 用心去記的時候 然後呢 你以後可以讓這個法法 印入你的心 不會讓他忘記 那麼你只能夠聽到這個程度 就叫做文詞 然後叫做記 文詞 這個記文詞 就是說你 你繞下來 聽的時候你用心聽 用心把氣給起來 之後你手後又經經經經分心 經經經分心就對了 我們說分心嘛 如果小時候就說分心 不管分心也好 分心也好 一邊再一邊再學心 讓這個道理在你的心更更堅固 這樣叫做既聞積積 那麼這當初叫做文在 所以道文是這樣 道文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如果說要到道文的公席 就是你要這樣做 不是說我一直聽一直聽 不然我聽到什麼話 也沒有要跟他分心 如果沒有分心呢 其實聽 只聽得不夠 由處文在靈性正解既行既隆 那麼這個道文可以讓你什麼快樂呢 道文可以讓你生氣那種正解 你內心對一切的修理呢 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你的心沒有電動 沒有負責 對一切的修理呢 都清清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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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 因為夢幻嘛 那麼今天你學習的愛 學習這些道理 讓你對這些修理有一點的了解 那種的快樂呢 不是世間的財買得到的 你對世間的身體 可以了解 那是非常快樂的 雖然說不讓你每個家開箱 不過那種本身就有一種的禄存在 能行飛車 既成無罪是不能下載 他說你會可以行飛車 對別人一種的溫飛 那麼用什麼飛來作為溫飛呢 用車 經過車對人的一種溫飛 那麼這就是這補師 我補師 我用我的財物寫給你 那麼給你一種的溫飛 那就是這補師 那麼這個補師呢 他本身還要再無罪 無貴心 就是說你做這個補師這件事 這檔中呢 是要清淨的就對了 有的人聽補師呢 但是又是五點 比如說有的人 他要做這個 有的這種自身的需要 不過呢 為自己做的 為自己做 怎麼說 他為了要建立這個好的名聲 這樣就不清淨 或是說補師的時候呢 對人的態度不好 那也不對 所以 用這個飛車 你要對人有一種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他需要 那麼我是基於說 我要把你幫助的心 來做這件事 那麼我的態度呢 也很困 有的人呢 感覺說我事實給你 可憐你 當然你 不過呢 這種態度呢 不太好 也有這種人 所以我們行補師呢 那個體型 要再不做 就是用清淨的方式 清淨的心來做 那麼那時候 叫做下宅 所以不是人好的補師 都可以享受這個下宅 要再看你的這個心態的問題 有處、靈性、協助、主宅、無所、規法、其樂 那麼你如果可以享受這個下宅 下宅 下宅將來 可以讓你的後一世 甚至呢 很多世 遇到那種 無規法的快樂 無規法就是說 我將來呢 當然將來 如果再輪迴後一世的生命體 所以我本身 就不欠什麼火 不欠錢 不欠營 為什麼 因為我過去有補師 那麼我補師呢 它又是無罪的補師 那麼這樣說呢 譬如說有的人行補師 行補師就對了 補師到後 下宅了 這樣 早知道我就不要補師 這就有罪 怎麼說有罪 因為將來 並不能給他 有那種無所規法 譬如說他 如果有這種的心態 補師之後 又會會 將來會怎樣呢 將來 將來他有可能說 當然一開始 生命出現 也給他很富裕 如果還要生命的一半 那個富裕的財物就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 行補師的時候 行補師的時候 行補師到一半 他效果了 所以那個心改變的 將來也會影響 他的胳膊改變 所以 就是要 他清靜的心 補師的時候 清靜 補師的動作 也清靜 補師之後 他又沒有協會 那麼態度也很好 那麼這裏呢 就能夠 給他將來 無所規法 他清靜的 無所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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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 灰呢 灰就是說 對有這個 這個灰 這個灰呢 就是真實的意思 真實不灰 叫做 灰 那麼 什麼是真實不灰呢 屬性的境界 叫做 生意 屬性的境界 叫做生意 什麼是屬性的境界 我們世界也有種種的境界 不過呢 那是世間的意 那是世間的意 那麼還有一種境界 是屬性的境界 那就是究竟的真理 叫做生意 屬性的意 那麼 那本身是一種 真實不灰的境 這種真實不灰屬性的境界 你如果可以 無所規法 隨順屬性 如性來去把隔五個月 就是這當中 沒有偏差 這個境界是這樣 你是完全正正 發覺到 去覺察到 這種的真理 那麼呢 叫做 如性隔五個月 因為當中 沒有人跟你種來 那麼那種叫做 悔哉 就是要有地悔 才可以讓你覺悔這個真理 由處靈性 生未情有 真實解脱一路 那麼這個悔哉 可以讓你生氣 過去呢 不再生過 那種真實解脱的快樂 這個真實解脱呢 我們如果有什麼樣的苦 有什麼樣的苦 那麼苦如果小白 可以說叫做改脱 不過呢 有一種苦 就是真實的苦 叫什麼生死苦 那麼生死的苦 你一旦可以改脱呢 那就是真實的改脱 世間的苦就對了 世間來說 這種種的苦 有可能渣死可以改脱 不過呢 一個那裡就還有了 一個那裡就還有 再來呢 生死的潤迴呢 你失望的時候 還有一個生命再出現 那麼出現了又失望 失望了又生 永遠都這樣 潤迴不斷 所以這當中呢 種種的苦 就算讓你渣死消毒 永遠 不可能永遠都消毒 因為呢 隨時還會生 那麼呢 就要 更有真理了 才可以讓你真實 究竟來解脱 這種的生死的大苦 為什麼 因為你對有這個真理 你那種認識了 你對世間的那種無限度了 根本活去 願望我們都離慮怦了 那種那些由慮念 神實慎謦的治rophe Fols 這才是真正的改團 那麼這種改團的過去不滿 過去不滿得到的 就是你頭一邊得到 那麼憑什麼 憑我們在佛法裏面栽培的地位 可以讓你得到的這種 過去不滿得到的 真實改團的快樂 那麼以上就是這個 七種的勝財 介紹到這裡 那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 研究到這裡 米的準婦 身心裡有幾乎 然後就此來 兩人有幾乎 四人 一旦